亲爱的观众老爷们,大家好呀!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高人气政治斗争《漩涡韩剧辅佐官》第十章的故事。上集说道,李承民的自杀让泰骏痛不欲生。泰骏想起自己当初为了帮大哥竞选议员,收受了五千万的贿赂,十分的自责。高助理知道了泰骏和善英的情侣身份,心情十分失落。在野党议员强烈反对宋议员当选法务部长官,隐秘书查到原职提交的西北市场的开发数据都有问题。 但是泰骏觉得这些不足以扳倒宋议员,他会一股脑地把责任推到原职身上以保全自己。时间越来越近,泰骏的调查渐渐有了眉目。但是由于李承民的缺席,宋议员的人事听证会也不了了之,国会已经通过了听证会的提议。宋议员要求抓紧搜捕泰骏,以扫清最后的障碍。政天开始。有人举报泰骏受贿,记者们蜂拥而至。泰骏办公室的电话不断,泰骏打给爸爸,但电话打不通。 他打给姑姑,问爸爸在哪儿,并表示自己很快就会回去。泰骏已经猜到是宋议员在搞事情。 程真氏的情况已经被安秘书稳定下来。他让安秘书和郑秘书回来帮忙。 整理身边用的资料,引秘书担心检查厅会趁机刁难,想暂缓对化学厂的调查。 但泰骏不为所动。泰骏回家一看,老爸在喝酒。不接电话是因为检查厅那边一直打。他坚称自己没收钱,是有人来找他帮忙办事。 但他帮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这时检查厅的人来了。 那边,到京去村子里收集线索,大多数居民都有问题。不是皮肤溃疡,就是呼吸困难。 泰骏的爸爸被带到检查厅,崔检查长问手下举报人是谁。 手下告诉他是吴助理,还确认了给太爸送钱的人的证词。 崔检查长想找吴助理做参考人,但得知吴助理不在国内,只有先拿资料分析,引秘书在办公室里打电话,咨询负责报道太爸事件的新闻记者。 下班时遇到道京,道京和他一起喝咖啡,问他泰骏会不会有事。 尹秘书觉得应该不会。 道京不明白,泰骏到底是怎样的。 尹秘书解释说一个人要有力量才能去战斗。 泰骏不过是找到力量而已。 但他也为西北市场的事情而痛苦。 他觉得道京应该相信泰骏,让他减少罪恶感。 如果要知道泰骏的真心,要去现在的西北临时市场看看。 与此同时,赵一元的属下问他,泰骏会不会因为这次的事件。 失去一元职位,赵一元觉得不会那么容易。 手下还汇报了善英针对化学厂的调查进度。 赵一元分析宋一元现在会很忙碌。 此时,善英打电话过来,但赵一元没有接。 此时的宋一元和李代表一起吃饭。 李代表问泰骏能否被捕。 宋一元觉得泰骏已经落网,不用那么着急。 其实李代表担心的是化学厂案,程会长也很担心。 宋一元答应对崔检察长施压。 道京来到西北临时市场。 发现此地热闹得很。 摆摊的奶奶还告诉道京,他们现在都很好。 泰骏和善英会面。 善英听说了他爸爸的事。 泰骏说会向检察厅提交身边的材料。 善英让他多关注自己的麻烦。 泰骏回到办公室,上面贴着他要对付的人的照片和简介。 他拿着崔检察长的照片,犹豫着并没有贴上去。 第二天,尹秘书吩咐手下丁锦记者报道,并将朱进化学案的民怨调查资料交给泰骏。 泰骏一边打开电视,一边吩咐联系成真实环境政策科长,询问民怨处理如何。 尹秘书告诉他,泰骏爸爸已经做完参考人调查,但检察厅要把泰骏爸爸作为嫌疑人来拘留。 电视里播放了宋议员走访中央递检,在崔检察长上任后与他第一次公开会面,商讨设立中央递检高位公职者专门调查处之事。 尹秘书知道如果继续下去,他们会申请议员做调查参考人。 泰骏则敏锐地察觉到,如果宋议员得到朱进化学案的资料,一切都会受阻。 泰骏决定要和善英一起发起国政调查,与他共享资料。 他还让尹秘书把忠烈叫来。 宋议员问崔检察长调查泰骏的事情如何。 崔检察长回答说,调查泰骏爸爸无果,所以打算把他当嫌疑人拘留调查。 宋议员强调的是调查泰骏,但崔检察长坚持先调查泰骏爸爸,待结果出来再决定是否调查泰骏。 宋议员让他搞点政治秀,但崔检察长回答自己不是搞政治的。 宋议员说,为给崔检察长的东西,他要吃下去,不能吐出来。 但崔检察长回应道,坏掉的食物不能乱吃。 但是,宋议员觉得自己选了个让人头疼的家伙,他让人帮忙联系几个在野党议员。 尹秘书和李助理正在共享资料。 忠烈路过,李助理跟他打了招呼,并告知尹秘书上次选举时,他是国民党中阵议员的秘书官。 中阵议员许诺若当选,将让忠烈当辅佐官。 但最后落选了,忠烈也消声匿迹了。 李助理提醒尹秘书小心,尹秘书把忠烈带到泰骏办公室里。 泰骏问他是否认识中央递检的人。 忠烈说,有相熟的,他还调查了泰骏爸爸的案件,查出向选管委送资料的人是吴助理。 另外,检查厅成了泰骏爸爸的户头,没发现任何选举资金。 泰骏想得到吴助理送去的资料内容。 忠烈表示自己可以得到。 泰骏召集手下跟善英工作室一起开会,现在需要确认诸进化学买入的村子里,一共有多少受害者,然后搜集土地样本送去检测。 诚真是环境政策科长,不想把事情闹大。 泰骏让安秘书告诉他,现在不处理,日后会被更大的问题缠身。 国政调查委员会成立后让他做参考人。 所以有话要早点说。 李助理这边有五个市民团体同意帮忙,但有些细节还需达成一致。 泰骏问善英在野党议员的说服情况。 善英回答说,只有61人,还差14人。 国民党议员很难被说服,需要赵议员的力量。 但赵议员不接善英的电话,泰骏决定自己去说服赵议员给他想要的。 这时,赵议员正跟宋议员一起吃饭。 宋议员说善英正在拿猪进化学案搞乱国会,要赵议员帮忙搞定。 但赵议员说宋议员已经让自己帮过很多忙。 宋议员说,检察厅总长的位置会安排赵议员选的人,这样可以免去以前的旧长。 但赵议员觉得这是空头支票,让他给点石锤货。 赵议员提出让宋议员先干掉泰骏,狼团队似乎因为金碗刀谁,产生了分歧。 道经和尹秘书一起去畜牧场,农户抱怨说每年都死牛。 自诸进化学进驻后就是如此。 道经和尹秘书取了一些样本,道经还拍了许多枯死植物的照片。 尹秘书挽起裤腿在水里取样,道经想去扶他。 两人都划了一下,这时道经接到电话,是先前联系不上的被害者夫妇打来的,说现在在家。 两人连忙赶往这对夫妇家中,妻子问他们是否是因为诸进化学才出现这些问题。 妻子说自己已经留过四次产,他拿着婴儿的衣服哭着哭着就开始流鼻血,衣服上染上了血迹。 原来,妻子昨日刚被确诊为血癌。 赵议员与泰俊会面,泰俊说明了让他促进国政调查。 但赵议员觉得泰俊态度不好,还告诉他正义馆正在发生的事情。 说话间,他打开了电视,国民党卢议员催促立刻调查泰俊,还牵扯到宋议员。 宋议员趁机向记者说,如果催检察长彻查此事,泰俊决定展开国政调查后,才将资料都给赵议员。 赵议员答应他,如果他能从地检厅全身而退,就答应帮他。 忠烈得知吴助理送去的资料,在催检察长手里,旁人建议他去找尹检察官。 尹秘书也收到了宋议员要求彻查泰俊的消息。 他决定把所有资料都交给善英,自己去检察厅。 他拜托善英一定要展开国政调查。 尹秘书觉得泰俊进了检察厅后,宋议员会想办法不让他出来的呀。 但泰俊为了说服赵议员,坚持这样做。 还要隐秘书辅助善英。 泰俊在记者的包围中去了地检厅,先见到了爸爸,让他离开地检厅去姑姑家住,还告诉爸爸自己一开始就相信他,对连累了他表示歉意。 与此同时,善英工作室确认了被害人和受灾农户的人数,而致害物质也就明确。 善英让大家把文件核当。 崔检察长说看到了泰俊的申变材料很干净。 泰俊说这场战斗不是他和崔检察长,而是他和宋议员。 崔检察长明白但却觉得不爽。 泰俊说,崔检察长这样的老虎,怎么甘心当宋议员的狗。 他愿意给崔检察长一个保全名誉的机会。 此时,崔检察长的下属过来对他耳语了几句。 崔检察长说,申变材料少了一个。 泰俊说自己在宋议员手下做了四年的辅佐官。 崔检察长说,他坚持调查是为了不担上政治检察官的嫌疑。 李代表和卢议员涉嫌受贿的资料也在其中。 泰俊说一会儿会有新闻发布,说地检厅已经确保了这些资料。 这些都是隐秘书和忠烈按照泰俊临走前的吩咐完成的。 该案牵扯到宋议员,如果崔检察长继续调查自己, 就会担上政治检察官的污名,而且无法挣脱。 崔检察长问泰俊的目的是什么? 泰俊回答,崔检察长和自己想要的世界并没有不同。 片刻之后,泰俊走出地检厅,宋议员看到关于泰俊的新闻很不爽。 此时,善英召开记者会,发布促进对朱进化学案的国政调查的言论。 这局狼人已经很难赢了。 下集中,朱进化学案被选为大喊党的党政议题,国政调查议会即将开始。 泰俊拿着赵议员的受贿视频证据和赵议员进行谈判。 两人各自在心里打着算盘。 道经妈妈知道了道经在做辅佐官,质问道经有没有做过亏心的事。 并要求道经辞职。 李警官告诉泰俊,高助理死的那晚,有一辆黑车一直在跟踪高助理,之后却报废了。 那么,此案能否顺利通过国政调查呢? 泰俊和赵议员又在谈论什么呢? 道经的选择,跟踪高助理的黑车又是怎么样的呢? 我们下集再见分享。 喜欢的观众老爷们请点赞关注吧。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。